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们俩可能冬天里的第一顿火锅呢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约上 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冬天里的第一场冬雪里面 带着冬天里的第一份温情 一起来看冬天里第一好看的电视节目 一战到底青床记 说得好 凡事都带一 难怪我们节目收视率就是排名第一 当然我们节目的收视率排名第一 离不开我们所有来到现场的一战青年们 让我们用热热的掌声欢迎大家 好 电影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也想来到我们的节目 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摇摇扫一扫 或者是登录一站到你的微博话题页面 借个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用科大讯飞智能学习机快速找到加分项 难题变成送分题 本节目由港容蒸蛋糕指定播出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蒸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好 首先要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 他是一位颜值和才华 齐在线的双语足球主播 王浩月 我们掌声有请 王浩月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漂亮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浩岳 非常荣幸啊 第二次来到了这里 记得第一次呢 是2018年的春节岛 因为我是体育主持人嘛 那个时候我还给大家 带来了一些灯迷 都是和球星有关的 那这次呢 节目升级了 我的灯迷也应该升级了 又来了 又来了 你上来就要考大家了吗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灯迷是什么 网络状态不佳 网络状态不佳 卡 卡卡 卡 是个卡 卡卡 对 这个还挺简单对不对 对啊 哎 还有一个 网络不佳 还能打一个足球俱乐部 是 曼联 结束了 我说的 因为连得很慢 对啊 贝寒不佳 接下来再来两个男的 对方大神我方菜鸟打一足球明星 这篇有点难哦 猜出来了吗 猜出来了吗 好 好 秋夕颜 敌方大神我方菜鸟就这把翻盘没戏了就没戏 哦 是没戏哦 你好聪明哦 哎 等一下 他聪明就聪明 你撒什么娇啊 好聪明哦 好聪明哦 他跟我再去待了16年 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说过话 好 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啊 最后一个应该越来越难了 全部攻打敌人内部 打一足球明星 哎 都是足球明星啊 我知道 全部就是棋 攻打打 内部内 棋打内 棋打内 哦 好吧 真的是难不住各位男生 浩月 之前是我们的那个足球双鱼主 对 那现在呢两年时间过去了 对 有些什么新变化吗 自己生活上工作 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 我是上海外国语大学 毕业的一名硕士 现在我刚刚考上这个 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 研究的方向就是体育经济 体育消费 主攻 电竞产业 哇 女博士 哦 嗯 她很热门的一个产业哦 所以我特别希望把电子体育 和传统体育结合起来研究 未来如果有更多的成果 会分享给大家 好 下面 各位 谁愿意接受她的挑战 请表态 刷刷刷刷 张之浩老师 嗯首先只要把女孩和足球联系在一起 我就毫无抵抗力 你想到了足球宝贝 如果说你申请了 老婆我要晚上看球了 你第二天犯的任何错误 她都会说让你昨天晚上看球 现在我看球啊 我得在那个被窝里偷偷地看 全天下的老婆都是一样的 真的就是如果有一个女生能跟你聊球 能跟你看球 核爆炸击的杀伤力 对 发光 对 刚刚你说的这个特别的感动 尤其是你在被窝里面看球的时候 我都在工作 因为我的节目都是在深夜和凌晨 我是熬过了大概四年的这个凌晨 去直播足球节目 尽考是女主播陪伴着你 对不对 对对对 稍微心里还安慰一点点 对对对 谢谢 她其实满足了我一方面的情怀 就是我很希望中国的中超联赛 CBA像NBA和欧洲的五大联赛那样 就是让中国的男孩女孩 为中国自己的联赛狂热 之前说得很好 有一个行业要想得到真正的蓬勃 必须要有更多的朋友关注 我们也希望一站到底的节目 不单纯只是一个知识竞技答题比赛的节目 也希望能够传递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热爱 好 谢谢我们的秋席言 飞鸣 因为我看到昊月她说她又是女主播 她又是女博士 我对你其实是心生了一种 怎么说钦佩 因为我看过那个博士的入学考试题 实在太难了 如果我要去重新考试的话 一定要用科大训飞智能学习 否则肯定是没戏的 从小你只要使用我们的科大训飞智能学习记忆 考博士应该不是男士 啊 下面我们要看看哪一位博学知识 会被王浩月所选择 请考虑 我想选五号位 恭喜 是你 因为我觉得这个五号球衣呢 是我们国足大将范大将军 范志毅的球衣 我非常欣赏他这种在场上 拼尽权力的精神 所以我今天想选五号 感觉横道立马也是范大将军 很有勇气选择邱熙岩 英雄联盟的亚军啊 是一战到底所有的博学知识的 精英赛能拿到年度的亚军 邱熙岩你要选择答题的模式了 刚刚他说了就是喜欢这种风驰电撤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抢打吧 好 希望两位拼尽全力 第一局答题较量 即将开始 朱元两位好运 答题开始 被冲为日本海上上命线的是哪座海峡 马六甲海峡 漂亮 变欲为唯一能和十四行时相媲美的发明 是哪一款酒 马天尼 什么 哪款酒 马天尼 马天尼 埃及神话的死神阿努比斯会将死者的心脏和什么东西在天平上进行比较 羽毛 自由游泳比赛当中选手通常采用的泳姿实质上叫什么 朋友 喜羊羊的妈妈叫丽羊羊是动画片当中著名的动物歌星 她的原型是哪位歌手 丹丽君 哇 哇 慢了一点 3比2 休息眼领先 在客家美食当中凤凰投胎是哪一款菜的比赛 猪肚鸡 好厉害 好厉害 4比2 认为蓝婷旭是尽善尽美之作 死后将她一同葬入陵墓的是哪位皇帝 唐太宗 唐太宗 漂亮 5比2 我还没有习惯 好 接下来助攻时刻 这道题好关键 根据图片猜一位人物 约翰宁大普 是 回答正确 所以将会有一位加入到您的队伍当中 她或者谁呢 张智涛进入黄帽院推卧 打败你 我们的古墓派历史老师出现了 答题继续 明朝哪位名将与队员将下棋将棋子摆出了吗 好 目前的比分 5比3 河大 说我过哪所大学 河南大学 秋夕妍继续将比分差距拉到了3分 事尔 由神西村等名片都收录于哪部著名的诗词 可牛了 有制品有限公司的可口可乐和哪家企业 共同出车设立的 梦牛 是啊 5比6 比分的差距今天只有一分了 清朝的龙兴之地同时也是满足及其祖先 新兵 漂亮 6比6 刚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张老师已经掌握三分 双方拉挺 王浩岳出现了最强辅助了 世界三大中有九是茅台白兰蒂和内容 回思续 回看 回思续 浩岳猜是谁更快 好 秋夕妍 是的 家门到达赛典 秋夕妍再夺一分 比赛结束 The writing on the war 这句英文常见于新闻报道中指代的是什么 胸罩 好 赛典打平 有一方必须联赢2分 才能够获得这一局比赛的胜利 融化的玻璃在重力下自然滴入冰水中 形成的玻璃泪滴叫什么名字 卢鲁特的眼泪 但是鲁多特 因为答错 所以这一分送给的是王浩岳 王浩岳方首先完成了刚刚这一局比赛的第一次的反超 也就意味着王浩岳方再得一分比赛结束获得胜利 图中以及醒悟的烈焰红纯而门名字 红纯蝙蝠鱼 好 红纯蝙蝠鱼 8比8比 鱼满唐诗人 陆归蒙其名 并称皮鹿的是那位诗人 鱼满的鱼肖 住字四十的中文带用试的是 细 念什么 细 9比9平 方圆做尹 木野胡 都是古人对哪种奇类的别称 围棋 漂亮 连斩两分 张老师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发挥了 我现在要给别人答题 我更加谨慎 我总怕宋敦 是 要小心 哪个侦探类文学形象 有着中国版河尔摩斯 胡拿或桑 回看 胡拿 王浩月快 孙子兵法的用剑篇 之处有五种间谍 其中派人去敌方挣扎 再亲自回来报告的叫什么 活着回来的生剑 公园前1500年的古埃及 更流行长发还是光头 光头 漂亮 小熙岩获胜 我也觉得我今天也拼尽全力了 奉献一场比赛 在一个体育主播面前 我拿出体育的拼搏精神 所以还是非常感谢你 借用科比的一句名言就是 低头不是认输 是看清自己的路 抬头不是骄傲 是看见自己的天空 那今天呢 虽然说我输了 但是没有低头 说不定下次呢 我还会出现在这里哦 加油 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体育竞技的精神 好 也谢谢浩玉 我们期待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可以听到更多你属于你的好消息 很少 Koren 仲威 视下来出场的这位呢 他今年的也是屡上热搜 而且她的经历 还被拍成了电视剧 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 欢迎大连 大家好 我是萧扬 大连飞扬 真的好像 像 一模一样 像我萧扬手表 像 可是你的名字 为什么叫大连 对 这要从我一段经历说起 因为疫情的时候 我也是打算去长沙 因为我的工作 然后在高铁上误入了 武汉人员专门回武汉的车厢 误入武汉 从高铁站下了车之后 其实当时我想 在网上订车票 就发现已经订不到了 封城了 那个时候已经 不能离开了 对 之后我就想着 在网上搜酒店 把自己安顿好 但是发现也没有任何商家 是开门的 然后没办法 我就打电话找志愿者 我说您能不能帮帮我 志愿者说 我们这包尸包住 然后要不然 你就过来做志愿者吧 后来真的成为了抗疫志愿者 对对 后来我就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 做了一名 重症病区的一名志愿者 因为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就直接进了重病区的病房 然后也特别害怕 不敢去工作 第一次进病区 拿起病人的饭盒的时候 我手都特别抖 不知道该怎么做 正常 正常 特别能够理解 之后我们大连已经去医疗队了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联系他们 然后大家都穿着防护服 我也不知道哪个 是我们大连医疗队的嘛 然后我就在防护服上写上大连 一旦遇见老乡呢 是不是会给我一些帮助 就是这样 然后被大家叫为大连 一直叫到现在 哦 这个原因 之后也是 他们也是看着我特别害怕嘛 没有经验 然后就一直在扶导我的心理 包括工作上 也在教我怎么去做这些工作 怎么样保护好自己 然后让我一点点卸下来 这样的心理压力 之后呢 也是因为接触到了 他们治愈的那些患者 让我觉得 我们是能战胜他的 是能治治好的 我觉得我应该去 尽我所能 去做好一些事 为他们而服务 我就写下来这样一段话 就是你们如果有需要 就一定来找我 我绝对会竭尽所力地 去帮忙做一些事情 哦 你的这个经历好神奇啊 怪不得被拍成了电视 他有那 有一点那个人在窘图的味道 对对对 真是 而且你知道吗 大家知道就是他 演他这个原型的人是谁吗 是哪位演员 邓伦 武汉到了 您该下车了 我不去武汉武 我去承认 既然您在这节车厢逗留了 按照防疫要求 就必须得在这一站下车 所有离探通报 是第一人的医院状态 医生护工人员紧缺 我还是第一医院吗 我想应聘 他是新来的做保洁的 你工作在酒楼 酒楼是重症兵区 我们那一层都是 冠状肺炎的重症兵 很害怕 是不是 你自己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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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酒楼女生守抵着 这个电视剧呢 也是在我们江苏卫视前段时间 热映的抗议题材的电视剧 在一起 其中的这个单元叫 我叫大连 就是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改编的 所以你本身的名字叫 我叫蒋文强 蒋文强 对 本来是个意外 结果没有想到 自己呢 成为了一个平民英雄 我心底里最明白 其实大家说我是英雄 我觉得我配不上这个称号 因为我可能是在 众多滞留在武汉人当中 其实我是算很幸运的一个人 因为我当时在武汉没有衣服 我当时只穿着一套衣服 也没有吃的 也买不到吃的 被大家知道以后 很多医疗队也好 还是武汉市民也好 给我捐助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是挺幸运的那一个 我是受大家帮助最多的那一个 我特别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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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直 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感动的人 你的经历我想起了唐代诗人 王昌龄的两句诗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那么我今天斗胆地想修改一下 这两句诗来送给你 以代表我对你的敬意 江城百战穿衣服 不破疫情终不还 我说的都有点心情澎湃了已经 是啊 那今晚可能睡不着了 那大连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之前是做手游的 去长沙去拿代理 然后没去成 前两天真的去长沙了 就是我也闻到这次去长沙 应该没什么意外发生了吧 我刚从机场 叫了一辆网约车 那网约车开的没到十公里呢 网约车被撞了 我可能五行课交通工具应该是 然后回到大连之后呢 我因为之前干过五六年的厨师 然后我就自己开了一家烧烤店 在大连哪儿啊 好好说一下 我跟你说 我们这儿打广告可贵了 说 可以吗 当然 在我们大连市 紧张了 你就说你店名 对 就叫大连小伙海鲜烧烤 哪条路 说 在我们大连市西港区新开路樊荣街 好 下回去了我就奔你那去 好吧 那些毕竟是大连消泱分泱嘛 是吧 好 那下面就由我们的一战青年 开始考虑 谁愿意接受大连向你们发起的挑战 请考虑 请表态 张十浩 好 我是一个历史老师 我想跟我的孩子们说啊 看看大连哥哥就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当英雄 是不是 说得特别好啊 下面由我们的大连 选一下 跟谁进行今天的这一轮答题体验 请考虑 那我选张老师 张老师 为啥 他不是挑战我吗 然后我就 我不能怂啊 我得应战啊 对吧 遇到困难我得应战嘛 我不能怂啊 有句话叫 不经世事老天真 你现在是经过风浪的人 但是张老师这个浪啊 也是要翻起一些小的旋风的 希望你不要在我这个阴沟里翻船 选个模式 轮打吧 好吗 OK 轮打 好嘞 很强的大迪教练 请准备 答题开始 明清时期的晋商指的是来自哪里的商人 是我国煤矿大省山西 形容文物丰富的俗语地上山西的下一句是地下哪里 那就要看陕西了 陕西 牡蛎的性别是什么 那是我们大连的特产 我们大连叫海类子 是不确定的 它每年都换 中医药方当中的牡蛎指的是牡蛎的哪个部位 中医的话应该是牡蛎的壳 可 请听音评题 是 龚鸣娜这首新歌叫什么名字 可是我现在依然不太会拐弯 拐弯答对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 这句话出自哪位画家 写给弟弟的信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 但别人只是看到一股烟 这是梵高的作品 梵高 方舱医院的概念 最早诞生于哪场战争 这个跟我就息息相关了 我特别了解 越南战争 确立望闻问切四诊法 为中医诊断基础的 是 哪位古代名医 这个我知道早一些 不是滑膊是扁券 好 在RGB颜色对照表当中 色质为这个的颜色被称为什么 我特别的喜欢 特别喜欢的一位慈善家 韩红 香蕉由于变黄 是因为香蕉内部产生 什么颜色的荧光物质 油 蓝色 蒙了 对了 重了 用土豆先切制作的薯片 大多是什么包装 那这个题难不住一个厨师 戴尔庄 来听集续中 固知一死身为虚弹 其彭伤为网座的彭 知道是谁 号称活了800岁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这个彭族 称秦始皇兵马勇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 最早出自哪位法国领导人身口 带高乐 选飞智能学习机 一战到底 马上回来 选飞智能学习机 一战到底 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 快速找到加分项 难题变成送分题 科大逊飞智能学习机 由中科大学霸科学家打造 帮孩子提升成绩 大家可以上 天猫京东苏宁 易购训飞商城 搜索科大训飞旗舰店 找到学习机 看真实孩子使用反馈 可以放心地购买 本节目由港容蒸蛋糕指令播出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好的 在观众节目的同时 也希望大家通过 我们一战道的新浪官方微博 或者是我和李好的微博 来跟我们进行 实时的答题互动 同时也欢迎大家 登陆我们的荔枝网 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 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 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 称秦始皇兵马勇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 最早出自哪位 法国领导人之口 戴高乐 希拉克 希拉克 运气还不错 蒸这两三个 还挺幽默 谢谢 谢谢 特别可爱 来 有点害怕 好 手稍微缩短一点 这样吧 这样吧 再 这 今天的女观众真的好有福气 怎么说 因为接下来的这位选手 她真的太帅了 你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杨岛 杨岛 而且她唱跳跳跳篮篮球 样样精通 对 是我内心非常喜欢的篮球 乖 让我们有请篮云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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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好久不见 两位主持人 然后电视机前面的全民制作人 你们好 我是个人练习生 蓝云暖 然后一年不见了 在这里给大家问好了 好 蓝云暖 曾经是世界花式篮球锦标赛 亚洲区的冠军 感觉你变了好多 对 因为上次小伙子特别的阳光 那么今天过来 我发现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忧郁 你是故意的吗 我不知道球砸到你 对不起 不是 怎么不然变得这么稳重了 因为我一直是玩篮球的 十几年了 我比了无数的赛 十几年真的无数的赛 世界各个大大小小的奖 也拿过了 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传递能量 传递我现在想要拥有的思维 所以我的梦想就是 将我会的东西 将篮球 华士篮球这东西 带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去 在过去的一年 我都不断地在专研自己的舞蹈 篮球跟我的音乐 然后我也在这段期间 自己作词作曲 然后融合了我的篮球 以及我的舞蹈 然后完成了自己的一首歌 但是原先打算年底的时候 要去参加一些男团的选秀节目 但是这个时候好像命运 给我开了一个小玩笑 就是我可能在训练的过程中 饮食不正常 然后训练过量 在我今年大概昏倒了四次 洗澡的时候昏倒过 练习的时候昏倒过 甚至喝茶的时候都昏倒过 中间一度就是精神上和身体上 都到了一个很低档的一个鼓点 然后那个时候是胜到九十多斤 我一米八一的身高 那时候只有九十多斤 然后最后就是被强制送医 然后就是在医院里面 没有通讯设备 然后这样子度过了大概四十多天的治疗 那还蛮严重的 对啊 那段时间真的挺苦的 但是先苦后甜 然后也算是赐予一个自己心生吧 熬过来了 熬过来了 我们现在的人生 需要做到高密度的输出 只有持续不断地往前奔跑 才有可能停留在原地 但是你要知道命运之无常 无人可预料 你先休息好 先让自己回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而不是单纯地一味地往前奔跑 然后呢 不要丧 再去浪 好不好 好 今天虽然我们不是一个 所谓的叫偶像出道的节目 但今天晚上一站的舞台上面 我们能有这个荣幸 看到你的原创的表演吗 可以的 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 那就现丑了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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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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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回不去的房间 抽屉放满你的照片 怕被发生 所以藏在惊世的心下面 你熟悉爱的发现 自自将我关罪 欢迎赶紧下绝 七月却在下雪 I can't fake anymore 再另一个时空 I want you to release 脚光的血 You're released Baby I can't breathe You're released You're released Yeah It's your red lips 你的red lips 什么我会记得 I love you I can't fuck you Never knew girl could be so beautiful I miss your red lips 热红的水意 You're released 心甘的醉意 You're released Baby I can't breathe You're released You're released 我刚才离她最近 其实我很紧张 我看的过程中我很紧张 她所表现出来的艺术 真的是体力跟艺术 跟脑力所有的结合 有一点点的失误 她可能这个 就不能继续了 所以说她练了很久 她把这份自信 带到了这个舞台上 所以才成功了 我给她掌声 你真棒 所以刚刚大家看到 她的那段表演的时候 就能知道 她为什么会训练到 就是自己生病啊 住院 就她的眼神里 是有那种狠劲和杀气的 包括她能够拿冠军 一定是因为她付出了 超出常人所有的努力 才会得到冠军这个头衔 所以今天才能把这么好的表演 带在我们的舞台上 我觉得想送你一些话吧 这个舞台在世界上是无限的 但人生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有限的 所有的舞台都会等着你回来 希望你早日能够恢复到 你原来阳光的状态 对 对 不要太忧郁了 对不对 像你的名字一样 蓝云暖 蓝天 白云 小太阳 好吧 接下来 来到这个舞台上 蓝云暖 属于你的挑战即将开始 我相信你内心 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想要选择谁了吗 有 请考虑 挑战谁呢 那就龚姑娘吧 龚姑娘 龚姑娘 等会儿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这样称呼我 我想起来 他上一次来形容女生都是慈祥 形容女思墨 红润 但是他的面容非常的慈祥 慈祥 但是你看起来 红红就很红润的感觉 红润 对 你很红润 那我觉得龚姑娘这个称呼 还是很好的 龚姑娘选一下答题模式 你喜欢什么呀 我们轮打吧 好的 那就Love and Peace 轮打 好的 二位 请准备 十元妹子是我国网友对哪位日本女演员的爱称 是十元黎妹 初代奥特曼的前妻国语配音演员是谁 她其实是尔康的扮演者周杰 她其实是尔康的扮演者周杰 最早使用舌下给药 胸外心脏挤压的医学家是哪位 是我们的张前辈张仲景 在实际世纪的欧洲 让山羊舔犯人图般美味调料脚心的酷刑被称为什么 这个太痒了 而且听着我就想笑 当然是笑型 接下来是助攻时刻 请凭凭 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来冲发自己 蓝云暖为自己赢得了一名队友 谁会加入到她的队伍当中呢 同白点 2打1 答题继续 东道主一词最初形容的是春秋时 哪个诸侯国 郑国 猪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那么可爱大大的圆眼睛 双眼皮 科举次验是指穷英验 惠武验 阴阳验和什么验 这个应该是因为他们科举成功了以后 要去念这个陆明师 所以是陆明验 漂亮 秋吉尔港有个北极熊监狱 专门关押什么样的北极熊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 北极熊的数量其实多于人的数量 所以会对人类造成威胁选择 对人类有威胁 现在的世国会雏形 源自于我国的隋朝的万国国览会 第一届举办地是哪个城市 长安 是张晏 我要告诉你蓝云暖 现在所有的结果都系于你的队友一身了 变成了两个女生之间的对决了 搭机继续 结构学家蔡方英教授为了学生既笔记容易 而创造了新汉字 那么它的意思是 它非常形象啊 人工石 所以是混凝土 500的歌曲突然地自我的歌词 是由哪位大导演和500一起创作的 这个应该是一起为散打电影散打创作的 它就是徐克 剪刀 剪刀张晓全的传说中 是哪种动物启发了剪刀的设计 其实是张晓全这个人制服了乌蛇 所以应该是蛇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地区流行以苦爱为原料 加香葡萄酒叫什么名字 苦爱酒 咱们好像十秋能点到一家烧烤店 也叫这个名字 就是卫美斯 你看你就住了很久了 所以周边很了解 我们在电塔附近听到的嗡嗡声 是什么发出的 它其实是因为高压电 会产生一定的电磁场导致的 所以是电线 对工作内容 任务笔记环境等 都有恐惧的情绪 并伴随并发症的是哪种恐惧症 肯定不是射出恐惧症 我选工作恐惧症 中央电视台于1993年 开办了什么节目 改变了中国人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 东方时空 漂亮 唐朝哪位诗人参加科举时 因其父亲名字 与近视的近子同音 而以毕加慧的理由 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对 因为他父亲里面 有一个近 近那个字 所以是李赫 中国第一张科学的世界地图 昏与万国全图 是由哪位传教士 献给万历皇历的 这位就是立马洞 为达到灌内无君的目的 灌庄八宝粥通常是先灌后煮 还是先煮后灌 我觉得煮完开了以后就会杀菌 所以我选先煮后灌 一阵到底 马上回来 一阵到底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 快速找到加分项 难题变成送分题 科大训飞智能学习机 由中科大学霸科学家打造 帮助孩子提升成绩 大家可以上天猫京东苏宁易购训飞商城 搜索科大训飞旗舰店 找到学习机 看真实孩子使用反馈 可以放心购买 本节目由港容蒸蛋糕指定播出 港容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好的 在这里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我和李好的抖音号来为我们点赞 那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通过短视频 来参与沾道的互动答题视频活动 来允许百万红包 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 为达到灌内无君的目的 灌庄八宝粥通常是先灌后煮 还是先煮后灌 我觉得煮完开了以后 就会杀君 所以我选先煮后灌 先煮后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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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已经很好了 已经很好了 好 虽然今天来到一站到底的答题之旅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人生处处是舞台 每一个舞台都会等待你的归来 我最后想说就是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期待下回再见 再见 我在灵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情谊 那是春雨里熄过的太阳 每个冬季带的时候 有请欧阳俊 你如果生活在舞台 应该会征服很多少女的心吧 现在也OK的 这把剑给我看一下 好帅啊 他刚出场的时候来 你也来一下那样 收刀 你可以学一个收刀 你好可以的 一向是屠夫在那拿肉 我跟你说 耍帅绝对是个技术活 你知道吗 我学了十年 学了十年就是为了耍帅 是好难啊 让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自己的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欧阳俊 俊是俊马的俊 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 舞蹈学院的 上次来我记得 教好哥跳了三个总监 提手腕 回头望 也是自取其次 但是你知道吗 他上一次穿的那个衣服 也特别好看 感觉像明朝的服势 对对对 然后这次穿的 就比较干练 像这个就唐朝的 叫唐元礼 比如李白啊什么这些 都会穿这样的形式的衣服 好看的啊那我觉得 而且在说的过程当中 张老师频频点头 这对不对 对 说的是对的 这个服饰就是典型唐朝 男女皆可穿的一种服饰 唐朝女性穿这个也很多 很帅 撩袍 好 少马 对 对 所以这个特别的有武侠范 对啊 对啊真是 但是有一点 你身上这叮叮当当 怎么挂了这么多东西啊 这个叫叠蟹带 那两个字比较难写 这两个字真难写 因为他们当时骑马什么的 就不太方便 所以他们就发明了这样的腰带 比如挂一把剑 挂弓箭袋 或者挂个打火石啊 什么这些碎银 而且这个腰带到现在 也没有推出历史舞台 现在的警察也会在腰上挂警棍啊 而且有些武装袋的由来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对对对 那你今天挂了这么多 有什么说法吗 这个是给我们这个 一战青年们准备的这个礼物 彭飞铭老师 你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样 因为我知道你是学艺术的 对对 自古这个艺术跟酒是不分的 比如李白 所以我这个葫芦是特别准备给 而且里面是真的有酒 哎呀 琴棋书画十九花 这是不是我的 对对对 我一看就是 因为我有一个爱好 就是喝了点酒之后 尤其喜欢写字 愿老师这个下笔如有神 好 张老师 我知道这个是历史老师 然后我今天特地戴了一个小镜子 因为这个以史为尽 可以织心剔 对 你不是要把我剔下去吗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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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镜子呀 放不下我的脸 张纸 笔子就是我的了 这个但是呢 不是为了送笔子 主要是这个张纸 之前一直戴这个纸灰棒 对啊 然后这两期没带 哎 我就给你带了一个这个 plus版的纸灰棒 这个plus版 这个同样可以纸灰 让少侠接着送礼吧 来 请进 这个是一个称途 对 律师嘛 要送一个称途 要公平公正 对啊 天地之间有干扯 打着称途是老百姓 最后一位 段玉 段玉 段玉当然把那个剑送给他了 真的吗 必须的 六脉神剑 好红刀啊 太帅了 哇 这个 这个真的很帅 哎 你们俩是一个学院的啊 对 南京艺术学院的 师妹 我的师妹 谢谢师哥 哎 你看 你看他们俩的样子 你把那个镜头往那一推 你发现 哎 他们俩都能去演那个 这个仙侠题材的那种剧 好 欧阳俊 挑谁 请考虑 你的选择是 我还是选择 师妹 师妹 阿玉 因为我们都是男艺的嘛 我觉得就我们学校 能有这么优秀的这样的后浪 就是非常欣慰 所以要想跟师妹 对 切磋一下 对 切磋一下 虽然你长得很帅 但是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好 同时赞誉 请选择答题模式 嗯 我上一阶段我选的是那个伦达 这一阶段我们就抢答吧 OK 抢答 好 掌声送给他们 请准备 加油 加油 答题开始 动画中华小当家当中小当家做的第一道作品 丹小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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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俊 拿下第一分 2020年我国自行研究设计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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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欧阳俊 请看视频 后面 试评中北极胡在做什么 不 Patienten 不sim 不嘘 不想欢迎 不 McM 不思 莫金 果克里的宇宙的书名 引用了莎士比亚笔下哪个角色的台词 莎美特 莎美特 孙女更快 上杯诗者 既没其道 有甚其形 是谁的名言 董仲舒 董仲舒 是 漂亮 助攻时刻来了 目前想要比分是4比2 秦林匹 声语 酒店猛狗 出自哪本著作 燕子春秋 燕子春秋 漂亮 漂亮 冠玉为自己赢格的队友 会是谁呢 张晟 张晟来了 听欧阳俊加油顶住 答题继续 台词 你在教我做事啊 最早出的周星驰的哪部系列电影 百变星鸡 你刚说的是啥 百变 百变星鸡 好 正确答案是陶雪威龙 对方直接加分 抢答模式之下 虽然一方人多 但是答错的概率 也会增加 一旦答错 对方加分 一分送他了 答题继续 知识之能辰乱世之英雄 丑丑 丑丑 是谁对曹操 这也就是抢答的奇妙之处 有本事你们抢 但是呢 答非所问的概率也挺大 一旦答错也直接送分 还回去了 有来有回 答题继续 江传喜字最早由王安石所创 他当时遇到了喜结莲礼 和哪件喜事 第一个提示 有个人字头 四个字 金板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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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俊更坏 这分拿得好艰难 四比五 生命是一席华丽的袍 爬满了狮子 这句话出自张爱玲的那篇散文 颜值靠 拿错了 所以 再送一分过去 四比六 接下来又是助攻时刻 胆大如斗的典故 形容的是哪 江伟 漂亮 欧阳俊为自己赢得的队友 红 飞 牛 有你在 希望他这回不坠 保你不坠 对 答题继续 成语出水福荣 最早是用来形容什么 翠哥 漂亮 五比六 滚地雷指的是哪种自然现象 闪电 干脆追平了 十五世纪末 那本书的出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欧洲女巫大审判 女巫什么 是 我 看来 啊 女巫 此题作废 看来达到六比六平的时候 每一方都非常的谨慎 因为一旦达错会将对方直接送入到赛点 答题继续 世界上唯一尚未完工就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是哪座著名的教堂 胜家族大 胜家族大 胜家族大教堂 你的音没有一个发清楚的 胜家族大教堂 胜家族大教堂 你的音是胜大教堂 对方直接加分 好 刚刚 彭飞鸣立功了 直接到达赛点 接下来有可能是最后一道题吗 答题继续 书法中所说的板桥体是以哪种书法融入了形海之中 立书 漂亮 赛点打平有一方需要联姻两分 比赛依旧好激烈 答题继续 曾凭借其极大的危险性 获得了死亡元素之声的是哪种 福 雷 福 福 中国五大名气之首 佛家七宝之一是什么 琉璃 生死亦知己 存亡两富人 是哪位历史名人目前的对联 韩线 一位是哈姆雷特最早最著名的背景地 因此也被称为哈姆雷特宝的 是丹麦的 哪个城堡 克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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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什么 克伦堡公 克伦堡公 所以请给我听清了 这回不是蒙混过关的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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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行者数十里 群形三十里 是史料中对诸葛亮哪像发明的描述 十里捞 海底捡 三梅底手牢 都是哪个餐饮公司注册的商标信息 海底捞 海底捞 选飞智能学习机 一站到底 马上回来 选飞智能学习机 一站到底 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 快速找到加分项 难题变成送分题 科大逊飞智能学习机 由中科大学霸科学家打造 帮孩子提升成绩 大家可以上天猫京东苏尼易购 逊飞商城来搜索 科大逊飞旗舰链找到学习机 看真实孩子的使用反馈 可以放心购买 那同时呢 一站到底的世界名校宝典 好好看世界 正在全国热门当中 我们也是精选了 5G世界名校争霸赛 34位精英选手的球学故事 可以说是一本在手 流血无忧 而大家非常期待的 这才是题库 也同步上线了 八本书精选八大门类 八千道优质题目 堪称是搭题界的天龙八部 从现在开始 登陆京东当当天猫亚马逊 进行订购吧 下面让我们搭题继续 池底捞 海底简 三梅底手捞 都是哪个餐饮公司 注册的商标信息 海底捞 海底捞 啊 cotusa Не换 生命 为 vom 是这个字的序站 张玉你住宫是谁 白 是 两个啊 张王江振 有几个词没说清楚 没有为女加分 konse icheicheiche中 没事云 没事 没关系 我来这里就是体验的 就是主要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 所谓万丈深渊掉下去 也是虔诚万里 我觉得我现在下去 其实并没有什么 未来还很长嘛 我才17岁 对 没关系 希望你前途无量 毕竟才尽效 行 回去吃海底捞吧 好 拜拜 拜拜 杰 杰 欧阳俊直接去往一站青年位 我们也把那个祝贺的掌声 送给我们的欧阳俊 成为新俊的一站青年 还要感谢科大循贵智能学习机 独家冠名支持 感谢港容蒸蛋糕赞助播出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到的是 百合网 江苏IPTV 感谢华康 丽金 黑字皮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一站到底 下周再见 我们的小哥哥 让女战士纷纷倒戈 生得好看 闻着香甜的小哥哥 你觉得你是吗 我还是希望 你能够留在这个舞台上 在我身边 一站青年团 遭遇最大分化危机 你觉得我们一站青年的友谊 就这么脆弱吗 你们两个现在明显挂完后了 就互相挂住了 我不太敢过去 到底是谁如此神通广大 精彩性在下周一晚 一站到底 好厉害 好厉害